重要的就是,這樣子找圖片以外,還會有什麼?還會有需要就是做截取或者做編輯,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有些時候像老師要做教材一定會抓螢幕上的畫面,對不對?通常都會抓 那你要怎麼抓呢?有很多種方法,一般我大部分都是用這一個 也許老師或者同學會講說,我們鍵盤上好像有一個按鍵,也可以怎麼樣?按了之後就可以抓,對不對?請問它是哪個按鍵? 叫做screen screen,但是它有個缺點,就是你如果按了,是不是抓全螢幕? 所以老師或者同學,你可能進到畫面,是不是要再做一個排卸動作? 那如果假設,如果你沒有任何軟體,你要用那個按鍵也可以,但是你最好再加上一個搭配一個ALT,ALT 因為如果我今天,比如說你看,我只想要抓這裡,你可以按住ALT加screen screen 這個時候只抓什麼?作用中視窗 有沒有發現我直接抓下來就是這個,我不用再裁切 這是沒有任何軟體的情況之下,就是你也是用 screen screen,可是搭配ALT 它就只抓你正在用的那個視窗的畫面 這個是沒有軟體的,那如果我們一般有軟體的話,你看你打開我們剛剛給各位的這個 你在裡面會有看到一個這個叫PickPick,有沒有?這個不用安裝的,所以你把它丟出來外面解壓就可以了 你看喔,我在這邊,PickPick打開,這裡有一個好像調色檔 事實上它的功能有點類似現在新的Windows 7,它有一個那個叫什麼?叫做小畫家 有點類似那種感覺啦,但是小畫家是不能夠抓畫面的,它只能做調整 好,那它說這些快速鍵不能注射沒關係,就不用 好的,那這個地方呢,看你要不要隨系統起重都可以,要不要檢查更新 我現在暫時都不要好了,好,OK 好,那麼我現在有執行了之後,你可以看到喔,我的這邊,我的這裡 有沒有多了一個調色檔? 你們沒有看過叫邊,叫邊不是用來打人的,是用來指東西的 好,在這裡有沒有,這樣就表示你成功了喔,現在我們來看看,如果說你想要抓畫面,比如說我想要抓這個螢幕上的畫面 你點到它中文的,不用擔心 有沒有,螢幕擷取 最常見其實我們需要的是矩形區域比較多啦 好,就是我只要這個矩形區域,所以會變成實質,你就拖曳一下你要的範圍 放它,就抓好了,就抓好了,那抓完之後可能一般,大部分以前大家的驚醒就是 Copy了之後到Word裡面,你可能再去做一些圖框的桌面啊,但是它裡面都有的,你看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些工具,看起來應該還蠻熟悉的吧 像不像Word裡面下面有個叫繪圖工具列 好,跟它一樣的,所以呢,你看如果你要把重點放在這邊,你就畫好,可是呢,顏色不對,換一下 好,那這裡呢,還有這個 好,那你要打字啊,這邊都可以直接做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好,所以像這樣做好了,你看喔,我就把它怎麼樣,直接複製 我拿到我們的Word裡面來,這就進來了 你就不用在下面再來增加那些東西,那這是第一個,那你抓完了,比如說我現在呢,到 這邊,好,那我想要再抓,你就一樣,一樣的方式,從這裡 事實上它還有其他功能,但是我們一般最常用的應該還是這個 好,你就把它抓起來 OK的,那下面這裡呢,有廣告 所以我可以用這個,你看喔,我可以把它選起來 你可以直接刪掉,也可以打上什麼 馬賽克 對不對,有些地方不要你看啊 焦點要看對齁,所以我們就馬賽克一下 它有一些基本功能啦,那你可以透過這邊,比如說你再加一些外框啊 可以做一些簡單的調整 像這個,好,OK,做好了 你摳過去,就是長得這樣子的,有沒有 這樣這樣是不是比較快一點,而且 用它有個好處,我剛剛有沒有抓第二次 所以你看剛剛的第一次還就是這樣 這些還可以再做編輯 那麼,你如果用你只會print screen的話,很可惜 Windows的剪貼布就是比較虛擬一點 它只有特別對Office好 因為Office可以多重貼上來 但是其他的軟體管理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 你只要這個軟體沒有關掉,你隨時都可以再回來 好,那所以我萬一 剛剛那張圖片沒抓到,我就可以在這邊再抓一次 再直接複製或者修改 好,所以其實還蠻方便的,給各位看一下 那調整大小這些都可以做得到 如果你發現我抓的上面比較小 你可以用的叫做調整畫布 各位這邊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調整大小跟調整畫布是不一樣的 調整大小指的是圖片本身的大小 畫布就是我圖片沒有變,但是我的筆圖變大一點 比如說我抓到這個地方 那我現在呢,希望我有更大的空間可以做一些觸解 比如說我600,高變300 有沒有發現我旁邊就有一些空白可以來做其他的 這樣您大概了解意思 所以大師商是這樣 那當然他還可以做其他的 你看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發現我現在上課都會畫來畫去的 對不對 這裡面他也有這個功能 雖然我不是用他 但是這裡也有白板 所以如果說老師或者同學 你想要跟同學說明一下的時候 這個地方你就來這邊白板 他就是在白板的直接就畫了 有沒有,筆的大小顏色啊 你也可以把做完了就把它存下來 那如果要矩形啊圓形啊這邊都有 甚至你要放大,這裡就可以放大 這個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他也有這樣的功能 所以還不錯 所以我們以後抓住的話呢 不見得說一定你用Creece Screen 你可以搭配這樣的小軟體 因為他不用乾脹 所以你放在隨身裡面用也可以啊 也可以做用的很好 我把他們還給你囉 我把他們還給你囉 我把他們來發動